景兴窑是中国古代北方著名的次窑之一, 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景兴县的南横口村, 使千年古村落, 一千多年的陶瓷烧之历史, 使南横口村集存了大量废弃的霞坡, 霞坡在许多陶瓷产区也被叫做龙盔。 10月27号, 记者在南横口村了解到, 用龙盔建筑的房子, 冬天温暖,夏天凉爽, 由于该村独特别致的房屋, 现在已经成为当地乡村旅游的热门景点。 龙盔是陶瓷生产中所用的一种窑具, 用耐火材料制成, 在烧制陶瓷过程中, 为防止气体及灰尘等物质 对胚体诱面的破坏无损, 将陶瓷器具和胚体放置在其中, 经过在摇火中的千锤百炼, 龙盔的质地变得十分坚硬。 陶瓷产品烧制出来后, 龙盔也就完成了它的使命。 南横口村以修旧如旧的理念, 依托原有的瓷窑, 古民居等特色资源, 打造了整体明镜风格的村贸。 村里的挡墙,房屋,院墙, 馒头窑都成了游客拍照打卡的网红景点。 大量废弃的龙盔成了天然种植培育花草的器具。 近年来,南横口村依托陶瓷文化资源和优美的山水风光, 打造了陶瓷水镇。 陶瓷水镇的运营, 不仅重新恢复和推广了进行摇剂议, 更为当地老百姓提供了不少就业岗位。 这一切要14块,24块人,平空块, 打造这个托瓷水镇一号吧, 要来能干来, 这村里打个铃铃铃, 不能干来, 老有病查者, 咱们要查业, 查业风红进行脱平, 来传奇青年发现了一不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